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万一有一天 我是万一 美好的一天,从你的第一个微笑开始 我现在这台车 就是我即将要换的这一款车型 威斯杰的凯马房车 这一台车呢,经过 我的深思熟虑 根据我个人的使用需求 我还是决定选择这一款 横床版的 昨天有带大家看 那个长安系列的重床版 今天 给大家拍的也是我所选择的 就是确定下来的 就是这一款横床版 这一款的布局呢 跟我之前的那款小黑豹 的布局是 基本上都差不多的 唯独的就是 开门 从进门这里稍微有点变化 因为之前 门是前开门 现在这一款呢 属于叫中开门 它上来了以后呢 各自都有一个操作台 那其实就是很大的区别呢 就是这一台车的空间感 要比之前的那个小黑豹呢 要 长出来 60公分 因为这一台车是 5米7的 侧长 高度呢 我也感觉到这个空间 要比之前要高一点 就显得 没有那种特别压力 因为我身高 穿鞋现在是1米8 1米8的话 它这个内高的话 比之前也多出来了有十几公分 所以从尺寸上来讲呢 这一款更大 洗手间里边的尺寸呢 比之前应该也要大一个十来公分左右吧 所以 儿童床 以前的那个儿童床的话呢 是 空间比较矮 这一款呢 它的儿童床的设计呢 要比之前的儿童床的设计的空间要高 这样的话 如果偶尔我睡在上铺的话 不会显得那种特别的压抑 它的宽度 深度 以前我记得黑豹是1米1 这个呢 应该好像是 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1米4 所以 整体上来讲的话呢 空间感要 比之前的要舒服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 为什么我选择的是这种 厚横床板的 因为 这一块儿的过道 明显的要比那个厚重床板的过道 我觉得要宽一点 其实很多 因为房车是根据个人的使用需求 有很多朋友呢 他们会觉得重床板更加通透 显得更 显得更清爽一些 通透一些 但是呢 我考虑的是这个通道的问题 你看我如果上车 车门在这个位置 阿彪在这边也可以呆 在这边也可以呆 在这边也可以呆 并且 看这个中间的这个间距 还是 宽度还是很宽的 所以我 还是选择了 横床板 我现在做的这个卡座的位置 这一张桌子是可以把它调低下来 跟这个座垫一样高度的时候呢 这个位置是可以拼成一张单人床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款的这个座椅啊 它是属于这种普通的座椅 很平 很直 然后呢 厂家的意思呢 因为他们是有一种商务座椅的 商务座椅呢 它的包裹性做起来更舒服 然后旁边会有一个扶手 那样确实是挺舒服的 厂家意思呢 就是原本是在我那台车上面 给我加装一个商务座椅 但是我考虑了一下 我打算是在这边 把阿彪的床放到这个位置 商务座椅有一个问题呢 它是那种有凹凸感的 因为你坐下去以后要给人那种包裹感 它凹凸不平以后 如果阿彪在上面睡觉呢 我就觉得可能不舒服 所以说我还是选择的更适合我呢 就是像这样的款式 这个座椅是很平的 跟我之前的那个车是一样的 座椅很平 然后把垫子放到上面呢 阿彪会觉得那样就比较舒服 所以我觉得在选择房车的过程当中 当然肯定有很多很多可以升级的地方 但是最终一点还是要根据自己 所适合的 就是你自己觉得怎样的方式 怎样的款式 怎样的功能适合自己 你就选择怎样的这种款式 因为目前展厅里边这一台车呢 是威斯捷凯马系列的一个基础版的 然后它是很多东西是需要再去选装的 我跟厂家沟通的这一款车呢 就是我要开走的这一款车呢 是在这个位置 是有一个12伏的一个注射空调 这个柜子的下面是装的一个三公斤的一个洗衣机 微波炉是在这里 微波炉在这个位置 这个下面是一个抽拉式的一个灶台 这一边呢就是一个108升的一个冰箱 所以从电器上来讲的话升级了 它多了一个比我之前车里多了一个洗衣机 多了一个空调 那我们现在下车看一下这台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外观 就是这样子的 车身5米7 车高是2米8 跟我之前的那台车很大的区别呢 就是这一款车 是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开门 所以这个车型叫中开门的 然后我之前是在这前边这个位置 就是副驾驶一出来这边开了门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空间要比之前的那个空间要大 你看你上车 这两边都有一个阿彪可以活动的空间 其实有时候甚至于我想过阿彪再长大了以后 我直接就可以把这个卡座 这个桌子我可以把它拆掉 然后这一块的话呢 又多出来空间了 可能阿彪待在里面会更舒服 这个我在想想 现在也还没想好到底要不要这个桌子 好了那我们现在再去看一下前面的这个驾驶室 这个驾驶室的整体的空间 它的这个宽度 长度 都要比之前的老款的呢 要大一些 坐上来 这个是操控台 操控台的方向盘 然后一个电子屏的一个仪表盘 嗯 这边就是空调出风口 跟空调的一些按钮开关 嗯 其实这一点我是觉得阿彪肯定会最喜欢的就是 他的座位给他加大了 以前的阿彪在前面的话呢 他可能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宽度 趴在这 现在阿彪越来越大了以后 因为整好你看 他这又是平的 阿彪躺在这上面的话就比之前要宽散很多 然后 如果平时的话呢 还可以把它放下来 还可以把它放下来 嗯 当一个扶手 嗯 放茶杯 这里可以放水的 这里可以储物的 嗯 嘿嘿 这下我觉得阿彪应该会喜欢他的 新的副驾位 嘿嘿嘿嘿 那这一款呢是一个2.0的汽油版的 我在选择那个昨天大家看的柴油版的 跟这个汽油版的2.0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也考虑过一点问题 就是如果冬天我在东北这些地方 它下雪了以后 或者是我在其他地方 它气温太低以后柴油车的话呢 就怕上动 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汽油 当然柴油也有柴油的优势 柴油的话它的动力更强 呃相对来说 油耗这一块呢 要比汽油的要省一点 呃噪音呢 要比汽油的要大一点 所以朋友们在选择柴油跟汽油的时候 呃优势跟劣势就其实很明显了 主要还是看个人的这种使用习惯 或者是你喜欢去到哪些地方 呃来决定你是否选择残油或者是汽油 那我选择这款车的水电的配置呢 呃水箱是140升的一个清水箱 然后有一个40升的灰水箱 呃电的话呢 是我让厂家给我加装到八百的 八百安时的锂电 八百安时的锂电呢 就等于说是将近有10度电了 换算过来是9.6度电 呃这样的话呢 它的蓄电量是很大的 呃我之前那台车上呢 是装了一个400安时的锂电 相当于说是4.8度电左右 呃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顶上啊 加装了一个600瓦的一个 呃太阳能板 呃像夏天啊 或者是在西北啊 西南像云南这些地方啊 太阳光特别充足的情况下 太阳能板是特别管用的 呃所以说呃太阳能板是600 锂电池是800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证 这个车里边的 这些电器设备的一个使用 然后我接下来呢 会呃根据我的一些使用的一些小习惯 呃我看了一下后边的呃前边后边都有一些 那个呃 呃220伏跟12伏的一些插线孔 呃接下来我会把我的一些想法看看呃 在厂家现在正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能不能帮我多加装几个那个充电孔啊 呃一些一些小的要改善的东西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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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